中国航天员中心围绕失重骨丢失和机萎缩发生机制 这一航天医学关键问题 探究预防长期飞行骨丢失及机萎缩的防护作用与机制 为航天员长期载轨工作保驾护航 在位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中国航天员中心医学样本制备间内 科研人员正在为即将搭载神舟18号飞船 前往中国空间站的医学样本进行准备工作 由于在太空中失去重力 航天员可能会面临骨丢失及肌肉萎缩的问题 这项研究就是以成骨细胞和成肌细胞为研究对象 围绕失重骨丢失和机萎缩发生机制 这一航天医学关键问题 探究预防长期飞行骨丢失及机萎缩的防护作用与机制 那么通过这些研究呢 一是回答失重条件下 为什么会发生骨丢失和肌肉萎缩 第二呢 在这实验里面我们还有一些药物防护 那么来看看用什么样的措施 能够更好的来保证 我们航天员的健康 来降低肌萎缩和骨丢失发生的概率 通过这项研究 从元素代谢细胞呼吸和能量传递等方面 研究失重对细胞的影响 为更好理解认识 失重骨丢失和肌肉萎缩提供详实充分的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有望为骨质疏松 退行性肌肉萎缩等大众健康提供独特借鉴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转入应用与发展阶段 据介绍 中国空间站为航天医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独特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50余项航天医学实验